大家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 最近凸涨的房价 泡沫究竟有多大 下集 上集视频我们从认知的角度 提到了房价到底有没有泡沫 和房价为什么涨 这两个话题 今天我们从经济市场的角度 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认为地产会有泡沫 什么是传导机制 很多人觉得房价有泡沫 觉得高不可攀 这个实际是货币传导机制的 时间差导致的错误 所谓的传导机制就是 从货币宽松到物价上涨 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观察这个房价 每一轮货币宽松之后 它上涨的顺序都是 房价物价工资 每一个环节的传导时间 大约是两到三年 也就是说从房价开始上涨 在传导到工资上涨 大约是四到六年的时间 比如同样25年的按揭 就拿我们大瀑布地区来说 2016年65万买的房子 月供是1900 当时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高了 但是到了现在 月供1900 哎觉得还可以接收了 很多因为工资涨了 最低工资也涨了 更多的是大家已经习惯了 一套房子2015年的时候是30万 现在60万翻了一倍 2017年遇到了海外买家税的控制 房价上涨暂缓了 货币逐渐传导到了物价工资 最低工资从七块两毛五 变成了15块钱一小时了 再回头一看 哎 60万的房价也能接受了 迈克老板给我们开会 说瀑布的房地产 5到10年内平均价格会涨到65万 当时我们的平均价是28万7 我那时候还觉得他在侮辱我的智商 现在2021年 1月份平均价已经65万9了 随着通胀的加速 工资的增加 我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啊 如果谁跟我说平均房价到70万 80万90万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你知道时间过得如此之快 我们的购买力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年代可以比了 现在在中国谁还会提80年代的万元户啊 再来看看离我们近的纽约 自从1980年以来 总体趋势是上涨的 几乎涨了40年 如果从二战的时候开始算 持续涨了70年 这70年当中虽然会有下跌 比如2008年雷曼崩盘 但是总体的价格总是很快能回升 而且价格总是比之前的还要更高 我前几期的视频也有提过 多伦多 大瀑布 我们也经历了2018年的短暂成绩 上涨之后 总体价格也是比之前更高的 自从美国的金本位废除之后 各国都进入了纸币主权信用时代 开始了长期的 持续的 有计划的通货膨胀 从而导致了能规避风险的资产 价格一路上涨 如果加拿大经济体系不崩盘 这种经济结构就不会改变 你如果再堵加拿大地产泡沫破灭 就是再堵加拿大经济体系崩盘 那您为什么还要移民来加拿大呢 随着疫情的结束 我想加拿大整个工作体系 也会随着疫情而改变 不再急选于城市化办公 更多的家庭式工作体系会出现 在家办公会成为新一轮的办公热潮 这些都是支撑我们 瀑布地区和周边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那些觉得瀑布地区房价在疫情结束之后就要暴跌的人 你们可以洗洗睡了 所谓的买房本质是买车票 享受资本成长的红利 避免被时代的车轮甩开 买房的人最差可以时间晃空间 而没买房的人踏空的风险是无限大的 越是稀缺的东西 政府会越加管控 而且银行贷款和购房的政策一定会越来越严 每次价格非常之后 政府肯定会出台一些政策限制房价上涨 目的就是为了传导机制能顺延下去 举个例子 现在的移民政策肯定比十年前的要难 但是十年前跟一百年前比起来呢 一百年前你移民加拿大政府送给你一百英五的土地 以后的金马基地区一定是政策收紧的重宅区 越是这样 不就越证明这里的资源越稀缺吗 为什么控制 控制的背后是什么 中国什么地方会控制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越是被控制就越说明供不应求 你听说过新疆 青海 宁夏这些地区限购吗 所以当现在政策还没推出之前 一定要抓紧时间上车 免得每次被房价的车轮碾压而过 你干干啥就赶紧走吧 一会赶不上二路机缺了都 五年前大家贷款多容易 美国雷曼爆雷之前 美国人用自己家的狗都能贷款买房子 雷曼事件带给我们不光是过去的十年 还有未来的贷款政策 现在肯定比以后贷款容易 看这个视频在加拿大生活的朋友 我一直说能来加拿大的朋友 一定不是一般战士 不用我解释太多资产的含义 享受到红利的朋友自然就会懂 总结 房子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它更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房价只要上涨一次 家庭财富的差距就会迅速拉开 那些十年前购入一套或者几套房产的朋友 才是未来更有财富潜力的人 再一算工资涨多少 持有多少多少股票 或者学了什么什么课程 考下来什么什么证书的朋友 在当今这个社会 您的资产是很难超越这些 在核心地区有房产的朋友的 您这一犹豫 两代人的机会就会瞬间消失了 2020年等着疫情结束 房产降价的人 现在一定是后悔无比 很多不看好房地产的文章视频 之所以火 并不是因为它文章客观 而是因为它迎合了大多数人的需求 其实这些作者们背后拥有多少套房产 您是不知道的 那些看了畅衰房地产走势 地产崩盘的报道 就高枕乌忧 等着房子降价的人 来加拿大十几年了 一直在等着房子的降价 到现在还没有一套属于自己房产的人 输得最惨 任何重大的决策 一定要站在事实的一方 绝不可以站在情绪的一方 希望得到什么就相信什么 那些错过了2008年市场红利的人 错过了2018年房价平稳的人 现在谈起来都会说 哎呦 我当时口袋里有一笔钱 就是想等等 等房价再跌点我再入手 或者说 我当时不愿意太早地背上这个债务 万一房价继续下跌怎么办呢 现在呢房子你已经完全买不起了 好了 我又说了这么多 一讲起来这个话题心情就无比激动 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努力劝大家买房的人 但是我心里是真替那些油油郁郁的朋友着急 以我现在的身份总是有做广告的嫌疑 还是那句话 懂的人不用看这个视频 已经开始翻开realtor.ca找房了 如果这期视频能给一些朋友敲一下警钟 给您点提醒 也算这两期上下集没白录 好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 又到了我们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希望这期视频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 也希望您点赞订阅转发 给我一些支持和鼓励 让我能给您带来更多高品质的地产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